被大雪困在了登山营地中 身为登山队长的妻子 不顾我的苦苦哀求 把最后一个氧气罐递给了白月光 你可是专业的登山运动员 少戏两口会死吗 急急一直体弱多病 如果没有氧气罐他就完了 我看着两人互相搀扶 爬下了悬崖峭壁 彻底绝望 可他早就忘了 两年前我为了救他 身体早就没法接受缺氧的环境了 我站在海拔7790的高峰上 狂风和暴雪果斜着我不能呼吸 我绝望地准备迎接自己的死亡 结束这悲剧可笑的一生 眼前的景色越来越模糊 事业逐渐被无望的白色扑满 还好吗 要不要吃水果 我给你消 我必死无疑 可是眼前却又清晰起来 甚至想起来一道好听而熟悉的女生 只可惜那个声音却不是在问我 我视线清晰起来 眼前是珠峰山底临时医院简陋的病房 柳如烟修长的手指摸着梅吉博的脸颊 满脸写满了担忧 在一起这么多年 柳如烟从来没有用这种神情对待过我 我一时间有些恍惚 简易的病床上 梅吉博脸色已经好准 可还是装模作样促着没对柳如烟说 还是有点凶闷的 烟姐你不要担心我 你说达哥没事吧 也没个消息 说到底都怨我了 是我拖累了达哥 要不然你一定能去救他了 柳如烟却毫不在意 闭脸不耐烦 那点高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以前还登过顶了 危机关头 他还是那么自私不让我把氧气灌顶 用这种方法吸引我的注意力 我真是看错他了 你呀就是太善良了 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还担心别人 柳如烟说完用手为梅吉博 疗上去一缕低垂的罪法 我这个七年的恋人 在此刻反倒成了哗众取权的小丑 在我阴性全无生死未卜的时候 他丝毫不担心我的安危 反而在埋怨我 责怪我 柳如烟的眼里早就只剩下梅吉博 这朵他心目中冰川中盛放出的柔弱白脸 七年来 爱的倾注 对他的照顾 为他付出的一切 在此刻 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柳如烟不断说着话 逗着梅吉博开心 而我的名字再也没有被提起过一次 第二天一早 一阵敲门声响起 昨夜与梅吉博畅谈到深夜的柳如烟 早就让人不要来打扰他 他满含怒气的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却是两个老人 我的父母 二位老人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在凛冽的寒风和西薄的空气中颤抖 小烟啊 阿达下来了吗 他怎么样了 阿达他一直没联系我们 我总感觉是出事情了 就想着来看看他 在平常每次我结束登山 回到大本营有信号之后 我都会打个电话给父母报个平安 他们知道我下山的日期 似乎也预感到了我的死亡 微信里全部都是他们的消息和电话 父母与孩子之间 总是充满着神奇的心电感应 二老连夜坐车坐飞机 登上这个空气细薄的青藏高原 就是为了来亲眼确认孩子的安危 对不起爸爸 对不起妈妈 我没办法再带给你们好消息了 他还好吗 他没事吧 小烟你告诉我 他没事吧 爸爸激动的抓住了柳如烟的小臂 而他却只是冷笑 吉巴达这次真的是演过了 把你们都叫来了 真是不嫌乱 我倒要看看你能演到什么地步 他一个随对医生 不知道把老人叫过来 这对他们的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吗 到这个时候了还在演 还在演 他越说越激动 从口袋里掏出失踪人员名单 拍在了我父母手上 你们看看 他跟我玩失踪呢 你们也是他叫来演戏的吗 营地这么多人受伤 我没空陪他继续玩博眼球的游戏了 他拿出手机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冷漠中带着讥讽 吉巴达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时间陪你 营地这么多人受伤 多少人冰死 我没空照看你的父母 人家没记博体弱多病 都知道现在不能浪费资源 不仅不用我去照顾 主动请英去照顾病号 再看看你 我没空再陪你玩过家家的游戏 识相一点出来 我们还有谈的余地 否则你知道的 柳如烟发泄 对着手机发泄完自己的怒火 毫不在意我的父母 要从他们中间穿过 去救治其他人 我的父母已经快要崩溃了 你跟阿达一起这么多年了 怎么能这么说他 他失踪了你一点不着急吗 爸爸抓住了柳如烟的手臂 却被他一把甩开 两个人一踉枪磕在桌角 父亲捂着腰痛苦地弯下身子 你是他的妻子 还是队长 你没有救他吗 柳如烟根本不听他们的哭喊和控诉 转头出了帐篷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我的舞台剧 我只能看着父母抓着失踪名单 捂着心口痛哭流涕 看着母亲粗糙的手掌 一遍遍地抚摸那个被泪水浸透的名字 灵魂却被绑在了柳如烟身边 我连抱抱他们 我都做不到 我只能看着帐篷一点一点的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知道是去的心不可追 我却没有想到柳如烟 对我的父母也是这么狠心 他不爱我 自然不会尊重我的父母 后悔 悲哀 愤怒 种种情绪在我的灵魂里乱撞 原来变成了灵魂还是能感受到痛 柳如烟从帐篷中出来 手术刀就放在临时的无菌室里 梅继伯一副虚弱至极 却强称着帮忙救援的样子 彻底拿捏了柳如烟 也不管他是不是有医疗常识 也不管医生对梅继伯无语的目光 和他一起开始到各个病床前帮忙 终于在柳如烟的帮助下 梅继伯没再犯什么错误 病人们对他们的眼光 也不再包含愤怒 到了午饭休息换班的时间 另一批人进来帮忙的时候 俩人终于能休息一下 俩人没有去食堂 美丽的景色 我看着这两个人在这里 越靠越近依偎在一起 灵魂几乎要被疼痛给撕碎 突然梅继伯故意把吃一半的包子 递到了柳如烟嘴里 柳如烟耳尖变红 顿了顿 看了一眼梅继伯 他给了柳如烟一个鼓励俏皮的眼神 他带着羞涩吃下了这半个包子 柳如烟有很严重的洁癖 尤其讨厌和别人共识 就连我为他做饭提前尝过咸淡的菜 都会被他倒掉 我从没和他吃过同一个东西 甚至连喝水的杯子都没用过同一个 原来从来没有什么洁癖 只是爱和不爱的区别 柳如烟面色通红 羞涩的不说话 只低头吃饭 梅继伯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面色如常的说着话 烟姐 达哥有消息了吗 柳如烟的羞涩瞬间消失 眉头紧皱 他都差点把你害死在山上了 你还惦记着他呢 你啊 就是太善良了 总是想着别人 小心被人欺负了 梅继伯腆一笑 可这不就是烟姐你喜欢我的原因吗 当初所有人都知道梅继伯是柳如烟的白月光 两个人神仙眷侣 可是梅继伯出国留学后就和柳如烟断了联系 从此了无应许 柳如烟也和我走到了一起 两年前梅继伯回国了 加入了柳如烟的登山队 作为登山队的气象观测人员 可是因为梅继伯气象数据汇报失误 登山队对顶峰冲击的时刻刮起了暴风雪 当时我们两个登山俱乐部的队伍同时登山 突然袭来的暴风雪 让正在攀登山岩的柳如烟摔下昏迷了过去 他身上的氧气瓶也因为翻滚的磕碰没法在使用 为了救昏迷的柳如烟 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我将自己的氧气瓶给他 把呼吸面罩戴好之后 拉着他缓缓下山 最后梅继伯被俱乐部开除了 我也因为长时间的缺氧导致了 肺水肿不能再作为登山者登顶珠峰了 我再次登顶珠峰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之后我主动退出了我当时所在的俱乐部 加入了柳如烟所在的俱乐部 成为一名第三营地的随队医生 可是柳如烟只看见了我来了梅基伯走了 就认为是我挤队走了梅基伯 柳如烟和梅基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紧 嘴巴也越靠越近越靠越近 烟姐原来你在这样 一声大喊破坏了此刻暧昧的氛围 一群俱乐部的人从大本营抱着东西向柳如烟跑 俱乐部的人来跟柳如烟说明来意 一是因为出了问题前来慰问和反思事物 二是受我所托来送东西 本来的东西应该送给我们 但是现在我失踪了 只能送给他 我本来打算这次登顶后 回来送给柳如烟一个惊喜 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纪念日 俱乐部的人也没有想到来了梅建宝 只看见柳如烟和梅基伯在高原上亲密 柳如烟手里端向起我送她的礼物 一款她心已已久的手表 和一封表达爱意的信 她直接把信丝的粉碎 连看都不看 直接和手表一起丢下来的不远处的裂缝 俱乐部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拉着柳如烟问道 烟姐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喜欢我还能给回去吗 你丢了我们怎么跟达哥交代 柳如烟冷笑着说 交代 我还想他给我一个交代呢 他作为随队医生 现在这么需要他的时候 他跟我玩消失 他怎么给这些病人们交代 柳如烟说得正气凛然 可是啊 我的好老公 是你亲手从我手中夺走了氧气瓶 让我成为了一具尸体 你现在说这些话 不觉得有些可笑吗 俱乐部的人看到柳如烟这样 也不再自找没趣 找了的还没吃饭的理由就离开了 柳如烟举起一朵花递给梅吉伯 急急 看 这是你最喜欢的粉玫瑰 我一直没忘 原来这是梅吉伯最喜欢的花 我曾经问过柳如烟喜欢什么花 他闭口不贪 于是我就送各种不一样的花 他唯独把粉玫瑰插在家中的花瓶里 从那时起 我以为他喜欢的花就是粉玫瑰 我还为我的敏锐感到沾沾自喜 没想到这原来是梅吉伯最喜欢的花 原来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虚幻的 灵魂仿佛被一千把刀剑戳穿 可笑至极 柳如烟直接借花献佛 就好像那真的是他专门为梅吉伯准备的一样 父母的痛苦 我自己的绝望 这一切的情绪生生撕碎我的灵魂 我的尸体也已千疮百孔 我弟灵魂 此刻已经飘满了绝望的味道 柳如烟和梅吉伯一直腻歪到天黑 直到晚上的时候有几个人突然高烧 这才想起来我 在物资救援还没有到之前 只有我才知道如何救治 减轻他们的病症 柳如烟开始急躁的给我打电话 电话不通就发微信 扬言说我再不回来就再也不要回来 梅吉伯回国的那天 是我的生日 像现在一样的场景 我在家不停给柳如烟打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他在机场接梅吉伯 我拨不通他的电话 一遍一遍的打 最后妥协说 等你回来记得叫醒我 给你热饭 现在想来自己真是简 爸妈在营地中苦苦等待搜救的消息 一天没有进食 整个人面色枯搞 他们互相搀扶着站在那里 轻薄的像两张旧报纸 柳如烟 我们求求你了 你去带人找找他吧 他现在肯定很害怕很害怕 达达最怕黑了 我求求你了 你去救救他吧 梅吉伯被这架势吓到一半 缩了起来 柳如烟一下将他护到了身后 急急别害怕 你们是不是眼上瘾了 我看几巴打也是让你们两个惯坏了 你们也陪着他们胡闹 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我盘旋在他们眼前拼命喊叫着 爸爸妈妈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用尽我全身的力气哭喊 手一次次的穿过父母的身体 可是他们却怎么也感受不到 眼泪掉到地上留不下一丝痕迹 我痛苦的看着一切 却无能为力 父亲生死力竭的大喊着我的名字 紧接着闭紧眼睛 身体像沉重的板子一样 直直的倒下去 一天一夜没有休息 悲伤过度加上高原反应 寻找孩子的意志力 还是被高原反应打败了 柳如烟皱着眉头叫来的医生 把二老抬进了临时医院 我父母哭喊生死力竭到晕倒的那一刻 柳如烟不再说话 沉默了 演戏总归有个度 我不可能把我的父母置身于这么危险的境地 而父母的样子也不像是演戏 他抬头望向不远处的珠峰 正正地看着顶部 我死去的地方 柳如烟转头走进了帐篷 找人拿出了自己的登山 烟姐 你去哪 梅吉伯甜腻的声音狠和时疑的响起 现在山上那么危险 你去了初了是怎么办烟姐 救援马上到了 但是 咳咳咳 梅吉伯这一套已经演得炉火纯青 话说一半眼泪就要坠下来 再配上几声咳嗽 顺势就倒在了柳如烟怀里 山上确实危险 而柔弱不能自理的梅吉伯又离不开自己 营地也需要他来统筹 烟姐 昨天实在太可怕了 我心计呢 忙起来好像能让我忘记难受了 我还会一点厨艺 我去食堂帮忙给大家做饭吃吧 独立 懂事 能干 食大体 天哪 柳如烟觉得把所有好词都按在梅吉伯身上也不为过 他就是珠峰山底一朵自主坚强的小白花 柳如烟笑意难掩 忍不住摸了摸梅吉伯的头发 紧接着两个人轻易地抵在了疫情 可是柳如烟哪里知道 梅吉伯做的饭看着就不能吃 在目前物资难以进来的时刻 根本就是一种浪费 而我做的食物会让所有人都喜欢 没有人会不想吃我做的食物 柳如烟年纪轻轻却有胃病 他的一日三餐都是我制定制作的 不仅如此 他作为登山队队长 有很严格的体制管控 这些全部都是我来规划 我不仅是他的丈夫 更像营养师甚至保姆 来准备领饭的工作人员和商员 看见这种饭食 全部都充满了厌恶 看着梅吉伯的眼神极度愤怒 连带着对柳如烟这个登山队队长 都没了好气 柳如烟看着眼前的饭 和满是怨气的其他人 终于开始想我 想念我做的菜 我对他无为不至的照顾 想念我能照顾好全队的人 让他省心 我天天照顾的妻子 就是这样一个 垂头彻尾 真正自私自利的混蛋 他的情绪还没持续多久 山脚下突然一阵骚动 是趁窗口气上山的搜救队回来了 搜救队员巡视一圈 后目光锁定在柳如烟身上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丈夫的尸体 节哀 珠峰山脚下 热烈风暴即将散去 天边出来一缕阳光 柳如烟呆愣地站在那里 地上的白布下 盖着我千疮百孔的尸体 他似乎没有勇气 再去掀开那床白布一下 那个他一直觉得在演戏的人还是死 我看着自己破碎的尸体 一切都想起来了 海拔7790米的高峰上风暴骤起 我们整个登山队被大雪困在了登山营地中 身为登山队长的柳如烟 担起来整场逃生的指挥工作 在最后逃生的紧要关头 剩的最后一个氧气罐 被柳如烟一把挪过去给雷吉博 我抱着柳如烟苦哀求 我没有氧气罐真的会活不下去 你可是专业的登山运动员 少吸两口会死吗 急急一直体弱多病 如果没有氧气罐他就完了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种 人命关天的时候任性 你也多关心关心别人吧 柳如烟甩开我 残忍的喝泽成了他最后跟我说的话 我看着两人互相搀扶 爬下了悬崖峭壁 彻底绝望 茫茫山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缺氧和恶劣的天气让我生不如死 我选择纵身一月长痛不如短痛 柳如烟只记得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登山队员 可他早就忘了 两年前我为了救他 受伤严重 身体早就没法接受缺氧的环境了 梅吉伯走过去掀起白布 确认了尸体就是我 柳如烟突然开始干熬起来 像是无法接受般 连他都是这样 我不敢相信父母看见我的尸体会有多么难受 柳如烟上去一把抱住了梅吉伯 急急 是不是我害死了他 是不是我 如果我早点回去救他 可是我真的以为他在演戏啊 梅吉伯拍了拍他的后背 怎么会是你呢 他本就是一个随行医生 他本来就不应该上去 再说了 他也是平时做的事太过分 所以你才会怀疑他 他之前那么多次都化险为疑 这次是人各有命了 别自责 柳如烟居然相信了梅吉伯别搅的借口 停下了哭泣 如果我不该去 那你梅吉伯又有什么理由跟着呢 没事了燕姐 以后你还有我 我看着面前的这个人 逐渐停止哭泣 眼神不再悲伤 是啊 急急 我有你 我有你 柳如烟万分庆幸 在一起七年的时间里 我放弃了我所有的一切 我只想和他能够好好的生活 我放弃了登山的事业 甚至变成了一个 让父母难过的不孝子 而今天柳如烟 为我的死亡流的眼泪 甚至不如当时梅吉伯 被俱乐部开除的时候流的多 两年前那次事故之后 柳如烟在山上昏迷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我加入了他的俱乐部 而梅吉伯被开除了 他一门心思地认为 是我争风吃醋 急走了梅吉伯 再也不愿看我一眼 哪怕我的病例单就摆在桌子上 他也不愿意施舍一个目光来看看 我想让他帮我复检 做术后恢复 他却只认为 我是想吸引他的注意力 只会满脸厌恶地看着我说 要复检去医院 别在我面前晃 我要去做训练 唯一让我痛苦 更让我恶心 我父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他们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或许在刚来到珠峰山底的时候 他们就意识到了 我已经凶多吉少 父亲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被完全勾搂 而母亲不断地念叨着 求求了 把儿子还给我吧 求求了 我虽然已经死了 可是灵魂依然被一遍又一遍地凌迟 柳如烟和梅吉博 甚至连等我尸骨含了的耐心动物 火速如胶似漆的缠绵在了一起 我替自己不止 我后悔自己的无知连累了年迈的父母 更痛恨梅吉博踩着我的尸骨 和柳如烟没脸没皮地过下去 也许是我的恨意真的起了作用 一周后 两人被门铃吵醒了 柳如烟打开门 是两位警察站在了门外 这里是柳如烟先生家事吧 我们要找梅吉博 请问你和他什么关系 梅吉博涉及到一起谋杀案和诈骗案 我们需要将他带走调查 梅吉博扑到柳如烟怀里一脸无辜 你们搞错了吧 急急怎么可能 我们两个人一直在一起的 警察拿起手中文件继续说道 那就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知道这是我生前的举报起了作用 梅吉博回国之后 每天在俱乐部里和柳如烟拟闻闻 我虽然难过 但也留了个心眼 梅吉博在国外受过专业训练 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我委托了司家侦探去调查梅吉博 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那次气象勘测事故根本就是故意的 梅吉博在上山前就已经为柳如烟买了高额保险 受益人是他 留学后阴性全无 一回来就做这些事情 目的不言而喻 我把这些证据都告诉了柳如烟之后 他却只说我在污蔑 也是那次起 柳如烟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在演戏 这次登山我执意要跟上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放心梅吉博和柳如烟上山 可柳如烟像是被梅吉博下了谷一样 哪怕面对警察也能一正言辞为梅吉博开脱 我天天就在吉吉身边 他干什么我能不知道吗 吉巴达我太了解了 虽然他现在已经死了 但是当初活着的时候就做天做地 这个是他早就跟我说过 我不相信他居然真的赌气去举报 太可笑了 这就是吉巴达的污蔑 污蔑懂吗 真是阴魂不散 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柳如烟是爱我的 只是梅吉博这个白月光初恋实在让他难以忘怀 时间会冲淡一切 现在看来 我就像是一个小丑 此后也要被他辱骂时阴魂不散 警察摇了摇头 对柳如烟无药可救的表现表示厌恶 最后拿出一份尸检报告 柳如烟先生 你知道吉巴达肺功能受损严重 别说逃生 剧烈运动一下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吗 柳如烟突然停了下来 警察又拿出一份病历单 这是吉巴达三年前的病历单 柳如烟颤颤抖地接过两张纸 翻来覆去地看 不可能啊 是他把我救下来的 我都没事他不可能有事 他顿时一正 似乎是想起了那段模模糊糊的记忆 他想起了 俱乐部的人说救了他的那个人 把氧气罐留给了他 缺氧导致肺部损伤严重 这辈子不能再登上了 柳如烟彤彻底沉默了 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 柳如烟终于把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我从来没对他演过戏 但是他却以为我一直在演 警察给他看了所有的证据 包括梅吉博手机上的聊天记录 是梅吉博和另一个女人的聊天记录 真是恨死吉巴达那个男人了 多事 要不然一年前我就成功了 我看见柳如烟就想吐 却还要和他假模假样演戏 吉巴达终于死了 多嘴的人没有了 我很快就能把他所有钱都挖来了 此刻柳如烟才意识到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宝贝小白花 梅吉博一手策划 而他无比信任的梅吉博一直在骗他 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实话 柳如烟这个时候想起来了我的父母 那对可怜的老人 我的母亲 在看到我尸体的当天就昏迷送去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不治身亡 我的父亲在经历这一系列的打击之后 变得疯疯癫癫 被送去了疗养院 柳如烟在父亲的面前跪下 哭诉着他的无辜 他的愧怼 父亲浑浊的双眼茫然无措 已经记不起他是谁 直到在他嘴里听见了我的名字 柳如烟 是不是你 你是杀人犯 是杀人犯 你杀了我的女儿 杀了阿达 父亲暴怒起来 疯癫的上前揪住了柳如烟的衣领 那是你的丈夫 每天照顾你的人 你怎么能怎么能 你为什么不救他 你害死了他 你是杀人犯 父亲的愤怒让他力量爆发 抓住柳如烟的衣领 好几个人都拉不开 柳如烟面对父亲的暴怒 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即使被骂得狗血领头 也不敢还嘴 当时我为了救他 肺部损伤严重 为了维持生活 我每天都要坐在轮椅上生活 而柳如烟连一下轮椅都没有推过 还嘲笑我一个专业登山员这么软薄 真给他丢脸 柳如烟消沉了一回 又拨通了俱乐部的电话 想了解一下一年前的事 俱乐部的人早都为我鸣不平 明明是梅吉博害了柳如烟 是我救了他 柳如烟却还时时刻刻惦记着梅吉博 把真心爱他的我当成仇人 俱乐部每次出事都会留下清楚的记录 这样才能保证登山员的安全 我跟随着柳如烟终于再一次回到了俱乐部 回到了这个承载了我梦想的地方 俱乐部的人拿出了当年的登山记录仪留下的影像 梅吉博一直跟柳如烟讲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一次意外 他完全相信梅吉博从来没有查过这些事情 柳如烟一直觉得是我争中吃醋挤队走了梅吉博 这次他终于看见是因为梅吉博的事物勘测才被开除 而柳如烟也心知肚明 梅吉博根本不可能无心犯那种低级错误 登山录像中的我 在恶劣环境中逃生到一半看见了柳如烟 于是毫不犹豫地折返回去救他 我一把将他抱到怀里 就像是那天他抱住梅吉博那样 柳如烟逐渐呼吸困难起来 我摘下来的唯一的氧气罐给了柳如烟 撑到极限才把他救下 他双手捧着那个破碎的记录仪 里面的影像是一年前鲜活动物 而现在已经变成了僵硬残坡的尸体 柳如烟气不成声 挤霸打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这样你就不会死了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我错了 你能不能回来啊 让我赎罪 我跟柳如烟说过多少次 但是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这句对不起 已经太迟太迟了 柳如烟带着记录仪来到了警局 隔着玻璃 他看见了梅吉伯 梅吉伯以为柳如烟是来接他的 眼里瞬间满了泪水 你终于来了烟姐 我好害怕 你就救我 急急不想在这里 这里的人都好凶 柳如烟没有安慰他 眼神凶狠 梅吉伯终于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了 烟姐 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吗 还是太累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等我出去我给你 柳如烟一声怒喝打断了她的话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柳如烟把梅吉伯的所有证据 打开往他脸前一顿 梅吉伯看着手机 沉默了 不负刚才那个爱恋的模样 烟姐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跳了 我不告诉你是怕你生我的气 我不是故意的呀 只是一个失误 都怪急把打 他一个死人还在作乱 要不然我们会幸福的 闭嘴 柳如烟爆发了 他终于没有被梅吉伯 拙劣的谎言欺骗 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 做的却是给我买保险 想害死我 你害我就够了 你为什么要害死吉伯达 他做错了什么 梅吉伯听到这些话 也不再伪装了 露出了他原本恶毒的面貌 跟你在一起 要不是我想要你的钱 我早就走了 别自恋了 我有爱的人 你明白吗 我大学的时候 也没有喜欢过你 我就是想让你当跳板好出国 每天跟你在一起 我待的都要妥 你还真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是吗 要不是吉伯达保护你 我早就拿着保险的赔偿员 走过外了 眼见柳如烟眼眶 梅吉伯继续加码 切丝底里的朝着柳如烟大喊 而且我实话告诉你 上一次死的也该是你 你把你救命恩人的氧气灌给了我 哈哈哈哈 你杀了他 吉伯达是你杀的 你又凭什么指责我 梅吉伯似乎是知道了 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着柳如烟嘶吼出来一切 他早就对柳如烟感到厌烦和不服了 他挑拨柳如烟和我还不够 还想拿走柳如烟所有钱 甚至要让他死 柳如烟 你就是个信求 当初吉伯达跟个狗一样在你身旁 照顾你伺候你 你看不上 现在你来质问我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 你只爱自己 你以为你这样是为他报仇了 你不过就是满足了自己 给自己找个原谅自己的借口 柳如烟彻底破防了 拼命砸着玻璃 旁边的警察看到这一幕 赶紧将他拉开 葬礼上 父亲抱着我的骨灰盒 默默流泪 柳如烟在一旁想要将我的父亲扶起来 我的父亲疯疯癫地认不清远 只是执拗地抱着我的骨灰 柳如烟看着我的骨灰盒 开始嚎啕大哭 我在空中激动地骂他 早干嘛去了 信求 知道我已经死了 现在开始哭 能不能快点去给我收拾安葬下来 让我赶紧离开你这个恶心的混蛋 下贱的男人 每天都在柳如烟身边 看着梅吉伯和他打情骂俏 我真的怀疑自己瞎了眼 竟然看上他 他对我的父亲哭喊道 爸 我求求你 你让我送送他吧 我错了 我爱他呀 是我错了 求求你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求你了 父亲摇着头后退 嘴里只剩喃喃自愈着 你是杀人犯 我不听 你是凶手 我的女儿 不怕不怕 爸爸保护你 我听着父亲的颤音 灵魂也跟着颤抖 对不起了母亲 让你这么痛苦 女儿很快就来找你了 对不起了父亲 是女儿不孝 让您白发人送黑发人 下辈子让我再做你们的女儿 好好赎罪吧 对于柳如烟 我没什么好说的 连多看他一眼都嫌恶心 他害死了我 害了我全家 我希望他永世不得超胜 一切都尘埃落定 悔恨 愧就都已晚了 梅吉伯犯罪的证据确凿 没有什么盘旋的余地 直接被送进了刑场 这时候柳如烟才知道 梅吉伯去国外越发攀比起来 高额的花费让他负担不起 没办法他又回国 打起来柳如烟这个舔狗的主意 梅吉伯被枪毙了 柳如烟不敢回家 每天都在街上流浪 喝酒 此刻的他劈头散发 晚上是脏污和酒气 一个雨天 喝得醉醺醺的柳如烟 去了我们每次回家 都必经地过街天桥上 他目光空洞 看着远处 没有一丝亮光的家 这个劣迹斑斑的胆小鬼 再也没有勇气 踏回家里 脚下的城景模糊起来 柳如烟想不通 他这样浑浑噩噩下去的意义 他疯癫地笑了起来 我柳如烟一辈子 自作聪明到头来 就是个笑话 被信的人害得家破人亡 阿达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我现在还给你 阿达 对不起 他纵身一跃 从天桥上坠落 他砸向的地方 溅起玻璃渣和血迹 向世界放的零花 庆祝这个败类走向灭亡 柳如烟终于再一次见到了我 阿达 阿达 我终于再见到你了 柳如烟声音嘶哑 只剩最后一丝魂魄 生前和我亲密的人都叫我阿达 我听见他喊只觉得令人作误 余光中我看见他穿着登山服 倒在智力破碎的血泊中 我转过身去 眼前出现了一道闪着光的门 一切都结束了 新的开始又会是什么样的